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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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曾經看選手穿了台北市立大學的衣服 囂張 左邊那個是我們曾經拿捲食一局的男人 真的嗎 他剛才拿捲食一局的男人 魏志愉 哇 衛神 衛神 整個頭銜都上升了 感覺他都快超級了 因為他頭髮自己的一邊 就會變得比較強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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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魏志愉一隻想要打陳傑翰的反拍 說不出陳傑翰的反拍超紮實的 我覺得陳傑翰的反拍比正好差 不是很認真在跑 因為吃比較多 吃太多了 吃得多沒有問題 可是吃得比我消耗一個開荒攻擊 那是不是問題 哎呀 那一個hold跟騙 消耗多物 就不會 吃得多就變雞肉了 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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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不吃這個垃圾 我知道 你給他 他有決定全給我 你有要給他嗎 幫他 對啊 你想看 你現在聽他的 他拿來秀給你看 說 我們蕙蕙蕙蠻好亂 現在 後面的觀眾在吵架 你要不要聽他的聲音 不行 女人就是這樣 他在他一直叫我 勸 勸 勸 他都不懂 對 你在hold by 我還是決定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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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多好玩 其實我覺得跟傑蕙打壓力不大 因為他很快 他很快 他很快 我要加油 而且他快球,不行 我覺得是 會覺得他像個黑影 會忘人忘去 就是移動的黑洞 他真的很黑 有看到嗎 有有有 心靈的黑鍋 幸運的一波 感覺景翰現在並沒有要打出決勝球 他只是要讓對手跑多一點 真是最討厭的 沒有良心的打擾 而且他每一球都可以維持於很大壓力 但是畢竟我們今天魏智宇是 原來James 一直的男人 對 所以我覺得魏神 我覺得他腳應該長 總要講一下嗎 我被James爆頭了 他趁機攻擊 他應該死都不成了 沒有不成了 哇 哎呀 太慢了 打球 是不是太慢了 沒有 他沒有專心在看人家打球 你也沒看我打球 哇塞 其實我覺得景翰反拍蠻漂亮的 對啊 我蠻喜歡他的反拍 景翰的反拍真是帥 而且又是左邊子 而且他換拍了 他換圓拍 好 怎麼會送給他咧 好的 那請問林小姐要怎麼打 如果是我們都會打個最陽嗎 是不是 是 是 我們觀眾群已經開始馬後炮了 那是你不修 剛剛那個很騙 真的 很騙 就是 很騙 很騙 可是我不知道要是我一定反應過 是喔 我也是反應過 那你這個反應過 這個喔 我反應他當 我反應他當 結束 默默的我們第一局就結束了 你看陳景翰好像還沒有在喘 位置遠沒有在喘 景翰非常累 很喜歡講這些五四三的味道 他的褲要帶 要鬆了 他現在想辦法影響裁判等一下的班子 他現在一直在跟裁判黃霸狂 然後他補充水分補充的太慢了 他現在在喝能量飲料 老虎牙子 景翰最近在拼論 所以蠻累的 好 你看看那個黑眼圈 他昨天好晚 我怎麼沒看到 真的 他這幾天都在念書 真的 他的黑眼圈好深喔 對啊 比他的皮膚還黑 我沒有想到他這麼黑的人 還會玩眼圈 真的 跟他的鬍子一樣黑 他的褲子一定要變黑 他在偷偷酷請魏智宇 這個不允許 裁判不可以 不可以跟誰說講這麼多話 對 所以乾脆下一局就直接 直接讓魏智宇贏了 然後 等等景翰跟我們這個PSA 遠征不管隊打的時候 我們就要求評就要講了 他也輸了位置與預局 接著我們的陳景翰 褲腰帶要鬆了 第二局準備要開始 由景翰先發 陳景翰看不到球 第一局 非常厲害 很厲害 好貼喔 好厲害 看到了 來到四個一方 來個危險 找到 嗯 然後從這一個rally中就可以看到 警犯警犯在一兩步之內 低一點一兩步之內就可以達到了 所以 位置於應該要先先把這些基本的先做好 把球先後場先做好 這樣怕手不怕盪 對像這樣的直球就也是很好 在這個對角就是讓警犯很容易的就可以一支步就可以達到了 一支排的距離 好像是這樣的互換 直球跟對角互換 感覺情犯好像在喘 並沒有在床 只是累了一點 腰帶差不多要掉 好球 帶一個機會 警犯會不會想要打 警犯已經很沒有運動家精神的說 等一下他不打了 真的假的 是的 他跟他弟弟都不打了 所以在這要先說一下他們的壞話 當然不會啦 觀眾那麼喜歡看他們打 3比0 3比0 如果是位置於的腰帶先鬆了 怎麼會這樣 這是一個Low kill 兩個人體力都很好 都沒有在喘 還沒有到有體力的問題 是經驗上的問題 人家控球上的經驗 現在看這一個Rally 他們的球都在一步之內就可以打到 他們兩個人打的球點有點短 地球還是四個點的一個運動 四個角落 我們說Full Corner 剛剛球都落在中間 如果球都落在中間的話 那個Pace大家都會打得很快 那個節奏就會打得很快 但是沒有什麼效果 可能性就會太多了 我們提到要移動對手到最遠的距離 就是要能夠把球場變得很大 所謂把球場變很大就是 如何把那些球打到四個角落 有效的在選擇 在對的時間點打到最遠的角落 這時候對手才會覺得這個球場會很大 感謝我們James的認真獎 好認真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前場 剛剛為自己對角 陳警漢反派想要打一個節擊直球 那以那個時間點來講 就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去Move你的對手 去移動你的對手 但是他打 把球打到碰到出界 這球也是 我覺得兩個選手現在看起來有一點點累 就是球的超得起開始下降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歸置於前場正手的一個對角球 打到警漢一支拍的距離之內 很快的就去打一個直球 雖然不是很漂亮 但是就是最遠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打法 機會來了 沒有把握 請看很快的一步就把他全部都截下來 好了 所以像這種情形 當你的對手 他的程度比你還要高的時候 這時候位置於應該要想辦法先把基本的先打好 把球先打貼 所謂球類選擇就是這樣 他要能夠 能夠打出的回擊的球 他可以cover的了 他可以掩護的了 最後 掩護的了下一球 好像這個情形就是只是擋一下 警漢會繼續加快 所以他沒辦法準備回到提點 至少讓速度慢下來 但是很明顯就是 無法把它 慢下來 然後有足夠的時間去準備下一球 我們的衛生盡力了 我們在旁邊的間隔 放開 我們在往往啊 先把我們走 拿去 再次 派對